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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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只是一個 很單純 大家來交流 座談的一個 討論會 大家不用大驚小怪 上次黃姐他們來的時候 就收到這個恐縫信 這次我跟冠婷來 又收到會幹這種事的 只有中國小粉紅 這種憋山 臭屎辣才會寄這種email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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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很棒 很棒 開箱 上面 你再看 都鐵鋸嘛 我不是專業的啊 他是遇到鐵會感應是嗎 帶有磁性的鐵才會感應 所以你如果真的有炸彈的話 一定撤得出來 所以我在想這個應該是不會有 他請文青齁 外面的朋友 來請進來 那在這個時間跟各位報告 那剛剛 分局、分局長、江峰局長 他們都很認真 也確定說 我們進去 年輕的機會 我們願意給他多少機會 我們願意讓他知道這個工作 跟投入有多少的價值 那我在自由時報 我到了很多警局啊 事故的現場啊 然後命案啊 所有事情 有人會為了因為股市投票 股市投票失利 然後就離開人事 然後報設給你任務 人家家裡在辦商事 你要去跟人家採訪 收到這個恐嚇信啊 你怎麼看 我想這只是一個很單純啊 大家來交流座談的一個 一個討論會 演講會 那大家不用大驚小怪 那上次啊 黃姐他們來的時候 就收到這個恐嚇信 這一次我跟冠婷來又收到 會幹這種事的 只有中國小粉紅這種憋山 臭屎辣才會寄這種email 搞不清楚狀況 這種演講會這種論壇 在台灣每天都有 台灣到處各地 大家都言論自由討論政治 你們這些中國小粉紅搞不清楚 你以為寄這些信來 我們不是在中國耶 我們是在台灣 你們要再驚 再驚也不好 台灣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我們辦這種活動 如果你們搞不清楚 就上網看清楚 台灣這種活動是每天到處都在舉行的 你們不用那麼緊張 李宗哥今天是特別有準備了些什麼 來跟大家分享 好這件事自從賴主席上任以後 就希望能夠啟動 投資青年 投資未來這樣的一個改革方案 那除了黨中央在北中南各辦的論壇 那在東部 也由台灣東社 來發起投資未來世代 這樣一個論壇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東社的朋友 大家一起來討論 怎麼樣在華聯 台東 投資年輕人 投資未來的世代 第二個就是 立法院也開議 兩個月 那我今天來跟各位報告 我們華聯的立委副坤齊 在立法院所有的表現 荒腔走板的表現 今天來跟華聯的鄉親分享 到底富坤齊在比什麼 對 是 是 我先講 其實今天很感謝台灣東社的邀請 讓我跟王玉川有機會 來華聯 然後跟所有的鄉親分享 整個 不管是所謂的台派 或者是民進黨 未來在怎麼樣投資年輕人 怎麼樣讓年輕世代的溝通可以加強 做一些個人的分享 但是剛剛一進來會場 跟很多民眾跟朋友在互動過程中 雖然聽到宅狗跟我說 就是上一次在黃捷跟謝沛沛那一場 所收到的炸彈恐嚇 在今天又再次重演 那當然我們第一時間我聽到主辦方這邊 他們是有立刻的報警 那也把相關就尊重相關單位的處理 但這樣子其實恐嚇意味很濃厚 無論要做這樣子行為的人到底目的為何 也有人可能希望說可以希望我們取消 那有人可能是希望可以紅 不管什麼原因 那希望說這樣的行為 真的大可不必 其實民主社會就是 大家各自的表達自己的訴求 然後表達自己希望 能夠說服人民的一個觀點 然後不要用這種恐嚇的方式 其實這對於台灣的民主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對今天3月30號 我們台灣東社 舉辦投資未來世代的第二場 在中部花蓮的論壇 然後很奇怪的 在今天下午的13點14分 芳草苦素咖啡 又收到一個叫做李鴻志的 當然這一定是假訊息 因為李鴻志是反共產黨 一個炸彈恐嚇的事件 那我們在3月16號 在花蓮市黃傑、謝佩芬 來辦了第一場的 也是受到恐嚇的炸彈 今天王毅川跟卓冠廷 來又同樣來炸彈恐嚇 顯然是對台灣民主的一個挑戰 對花蓮民主的一個歧視 所以我們呼籲警方一定要徹底去追查 這個跟著台灣東社的恐嚇炸彈 到底要到什麼時候了 因為我們台灣東社在4月27號 還會到玉里 那我們今天現場 已經來了大概五六十位的群眾 完全不怕這些 因為民主活動如果這麼輕易的被恐嚇的話 那麼我們台灣的民主就太渺小了 不要小看台灣的民主 謝謝大家